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有很隐秘的色彩 当性生活 中老年人 猝死等词汇组在一起的时候 绝对是一个爆炸性的事件 对于当事人甚至其家庭而言 都是非常难以承受的伤害 为什么本来很愉快幸福的事情 却会造成死亡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 这个隐藏的生命杀手 性骄猝死 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 还请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支持对小关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什么是性骄猝死呢 性生活本就是一项强度比较大的全身运动 对于身体较好的年轻人来说 短时间内很容易平复 但对中老年或者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说 强度过大的性生活就很容易诱发性猝死 医学上解释 在性骄过程中或结束后 由于过度兴奋导致的心脏骤停或脑溢血 从而导致了昏迷甚至死亡 中医也称之为脱症 民间俗称马上风 大卸身 国外曾有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医说过 40岁左右是发生性骄猝死的高危人群 其次是50岁 30岁 20岁 60岁 而且发生猝死的多半是男性 体力耗费更多 在夫妻生活这件事上 通常男性耗费的体力比女性要多 男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人群 尤其是45到65岁男性 和身体健康的中年女性相比 身体欠佳的中年男性更容易被性猝死找上门 如果这些身体原因会诱发性骄猝死 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以下这四种问题时 需要谨慎进行夫妻生活 如果因贪一时之欢 而丧命 可就太不值得了 一疾病困扰 性骄猝死的案例中 绝大多数死者本身就患有高血压 关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 性生活时的兴奋情绪容易引发血压骤升 心率失常等不良反应 在此基础上 在患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 很容易出现心脏骤停 出血性死亡等猝死事件 但并不是说 这类病人不能够进行夫妻生活 建议选择身体状况较好 环境舒适 体力充沛的时候进行 若医生明确说明 不能进行性生活 要紧记医嘱 二身体疲惫时 过度疲劳会引发猝死发生 这个不仅仅是在性生活中 平时工作中也常有发生 经常可以看到某某员工 连续加班几天后 突发倒地猝死的新闻 身体疲惫时 在进行需要体力夫妻生活 同样有此风险 建议大家还是休息充足后 再进行 才会更愉悦更满足 三精神压力大 若是夫妻关系带来的压力 建议和另一半进行良性的沟通 心意相通后的性生活更显温馨 切记 千万不可因为心理压力 而去寻求所谓刺激的性生活 小心这个刺激会要命 四夫妻年龄悬殊 据统计 性猝死更容易发生在 年龄相差悬殊的夫妻身上 悬殊的年龄 代表着两人身体机能的差距 双方的性需求也难达一致 年长的一方 如果竭尽全力地配合另一方 很容易在极端情况下出现猝死 为什么中老年男性性生活过程中 容易出现性猝死的症状 性骄猝死是指在性骄过程中 由于某种原因猝死 这种情况在中国民间被称为马上风 一般来说 性猝死包括性活动中的猝死 和性行为结束后的猝死 在性冲动产生时 人的心率会明显增加 有时甚至达到110至160次每分钟 在过程中 人体血压也会持续升高 收缩压可达到180 舒张压可以达到100 随着心率和血压的升高 中枢系统神经高度兴奋 人体会出现燥热 悸动 肌强直 血管静卵等反应 对于老年人 高血压患者 心脏病患者来说 这些情况可能诱发心肌梗塞或脑出血 这种病正为过度兴奋 而导致心脏负荷过重 引起的脑出血 多见于45到65岁的男性群体 一太过激烈 剧烈运动是导致猝死的可能因素之一 这是因为剧烈运动会增加心脏的负荷 从而使血压和心率升高 使心血管系统处于相对不稳定的状态当中 这时 过度的性行为会增加心血管系统的负荷 导致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另一个可能的因素 是性生活过程中的剧烈变化 如从放松状态迅速过度到高度兴奋状态 或在性活动高峰时突然停止 这些变化都可能会导致心血管系统不稳定 增加突然受伤的风险 二有基础疾病 对于患有高血压 关心病等心脏病的人来说 在性生活时可能会高度兴奋 从而诱发血压突然升高的症状出现 进而引起脑血管破裂 诱发出血性中风和猝死 因此 建议有基础病的人平时要控制好自己的状态 在防止过程中注意不要过于兴奋 三过度兴奋 在性生活的过程中 许多人会出现情绪激动紧张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 使心跳加速血压升高 对心血管产生不利影响 可能发生性生活猝死 四吃药 在平时 有些男人为了显示自己的雄风 会通过吃药来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 但是在这种前提下 时间拖得越久 身体就会承受不住 体力消耗过大 有的男性为了寻求刺激 或者提高能力 会使用一些壮阳药 按需用药 合情合理 但若过量滥用或使用没有效果的偏方 可能会让人过分冲动 甚至出现急性不良反应 导致性猝死 那么老年人性生活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有以下三方面 一保持情绪稳定 保持规律和谐的婚姻生活 会增加身体各方面的荷尔蒙 从而有助于抑制负面情绪 稳定女性更年期导致的过度情绪波动 增进夫妻感情 二正确使用润滑液 老年妇女体内雌激素分泌不足 会造成阴道干燥萎缩的症状出现 所以老年人性生活时 合理使用润滑剂 可减轻性爱时的疼痛 使性生活更舒适 容易获得性满足 此外 每一对夫妻的性生活都不是完美的 中老年夫妻需要适当调整性生活 注意量力而行 也不要抱有过高的期望 三 温暖腹部 腹部是连接身体上下部分的枢纽 最怕冷 老年人出现腹部寒冷的症状时 男性一出现尿疾 尿贫等问题 女性则公寒 手脚冰凉的症状 中医认为 凉腰会伤肾 影响性欲 因此 专家建议 男女性生活后应遮盖腰腹 注意局部保暖 其实性生活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 还是有非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的 一 防止抑郁 国人对于性生活的态度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保守的 很多人看到年纪大一点的人怀孕 或是还有性生活 就会投以异样眼光 但是性欲本身就是人体自身 很正常的一种生理表现 只要夫妻双方有需要 身体条件也允许 完全不必去考虑年龄因素 过度在乎年纪克制性欲 只会让老人的情绪变得不稳定 而性生活可以让人体分泌 使情绪更愉悦的激素 对于防抑郁有很好的作用 二 提高心肺功能 运动对于心肺功能都有很好的作用 性生活作为运动的一种 同样可以提高心肺功能 在性生活的过程中 可以对心肺进行锻炼 增强心肺功能 对于预防老年心肺疾病有一定作用 三 让夫妻感情更好 生活更愉悦 少年夫妻老来伴 生活中陪伴自己时间最长的 大多还是伴侣 而性生活对于夫妻感情非常有益处 可以避免老两口的生活呈现消极状态 也许老年人的性生活频率 没有年轻夫妻那么频繁 但是增进感情调节情绪的作用是一样的 四 预防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的发病人群 大多集中在老年人群当中 因为随着年纪增长 血管功能会开始下降 人体最先老化的就是血管 血管功能下降后 就会诱发各种心血管疾病 严重威胁老年人健康和生命 运动可以让血管保持年轻态 对于预防血管疾病很有帮助 作为运动的一种 性生活也可以帮助老年夫妻 强化血管功能 起到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五 提升抵抗力 稳定的性生活可以让人体内的A型免疫球蛋白数量有效提升 提升率高达30% 而A型免疫球蛋白可以增加人体抵抗力 帮助老年人预防流感类的传染性疾病 六 预防老年痴呆 对于性生活 大脑要发挥极大作用 在性生活的过程中 人的大脑中有30个部位会被充分调度 让老年人的大脑更加敏感 提升老年人的反应能力 所以适度性生活对于预防老年痴呆也有一定作用 老年人过性生活的好处还是很多的 只要夫妻双方达成一致 保持稳定适度的性生活 对身体和生活都有很多益处 对于预防老年痴呆 心血管疾病 心肺疾病 老年抑郁都有积极正面的作用 当然 不管什么年纪 性生活频率都要注意控制 长久没有性生活 或是性生活过于频繁 都是不健康的 而老年人的性生活频率 保持在一个月一到三次比较适宜 性生活是情侣 夫妻之间的调味剂 只有科学 安全地进行 才能最大程度地享受它的美好 一定要记住哦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 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分享给大家 喜欢小关 别忘了点击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